我今天喝点酒 我再说一下 你说 这个 骗咱们送的这个 这些小雷啊 咱们都要知道 万真乱是 为什么把他送到街鱼里面 你高哥真的跟前面一点关系 我觉得他是骗了一个一个的 骗了一个一个的 有很多中文都无所谓 他骗的少吗 是吧 骗的三些 五些 万说 八些都无所谓 那你高哥那些真本来看 坏说 坏说直接说啥 那我们把这个人抓了 把钱给你还了 我们就把他们放了 我那天叫做央措 央措给我翻页 我说我一封不要 我一封钱都不要 你要敢把这个泥板上放来 我说我做自媒体 我必须 写成方商给我们中国大使馆发上去 你们泥板这个法律就是这种的 中国人过来 让泥板随便撇 撇完以后 找过来就没事 我说我就这么写 我让杨处 你要敢给我少说一个字 你看我正收拾你们 杨处这个说完以后 所有的检察都在那笑 说问我想怎么干 我说我钱一封都不要 他说骗了十万一定 我说我一封都不要 我就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你到检察长说 一会来之后 好了 他走不了了 就按你们的来 他走不了了 我说那不是咋快送个检析吗过去 他能走不了 这钱我们给你摇过来 人他也出不去 我说这你就挺好 最后我账本不是过去写了个检析吗 嗯 代表让中国送给你一边写啥品 挺好 我觉得做人做事 再次放过他 他以后还不太多人了 你不是上次 你不喜欢拍这个视频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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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这条视频 呃 当时过来 这女孩子 跟这个 克斯尼尔这帮 硬控啊 卖毛巾这帮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想法 最简单的 奔放吗 奔放吗 我感觉真不是这样的 真的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天狗 真天狗 还现在回到国内了 我就说了 现在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呢 特别是还有跟这边有联系的 克斯尼尔卖毛巾这帮你们的 有联系的 你肯定是第999位 他的女朋友 你们具体去想吧 对不对 如果你无所谓 我们更无所谓 我们有什么所谓 但我们中国人在这里 换句话来说 我将酒吧下来以后 哪怕是他们讲中国人不好 肯定我们在这条街上都已经打起来了 我从来不会让过 说我们中国人半点不好 为啥 因为他们的脑袋 不是脑袋 不是脑袋 为啥呢 因为他们讲那个东西呢 就完全是 不一样 我感觉我真的是 从这么多酒吧下来的时候 人家感觉特别的痛 为什么特别的痛 没有报导我们好的 全部是报导我们不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情商的问题吧 剩下的问题 就是 各种 其实就是啥呢 以后再过来的国人呢 行为 举止也好 别让别人看低了 你哥 你这个视频会发出去会很多人看得到 但换一句话 换一句话来 换一句话来 换一句话来讲 他们过来的时候 我就说 克斯米尔就是留这个大户子 咱家都以兴说了 一千家的女朋友 全是中国的女朋友 你们 想到 我们慢慢贫 一千家 我们中国现在三千多万的这个 光棍 一千家的女朋友 小刀你看过他们 印度人克斯米尔人里面流传的中国女人的视频吗 照片 我看见过 哦 那跟那个 叫香港那个叫啥 啥 香港那个 陈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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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对一样的那种照片 一样的 视频 真的看到了 换一句话来讲 你们来到女性来到这边 如果真的想找刺激的时候 你要做一千零 准备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去 干涉 因为这个是 你也审言的 我也是审言的 你请我愿的事 你请我愿的 真不能去 说这个问题 但我就是劝 为啥 我不知道为啥 中国人缺少了 不缺少 但他们要的 就是这个感觉 让他心 贴了感觉 让别人没关系 比如说 他哪心 我就感觉就没手里我都认识了 也有几百个中国女朋友 我感觉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你高哥看他在一块带了多少时间 他哪行吗 哈哈哈 我觉得他哪都不行 妈妈就是胡子皮 比那么长 哪长 哪也不长 哈哈哈 这个话说的 不是 我是说实话 哈哈哈 这确实 就胡子长 哈哈哈 他讲这个话 就是实在 嗯 不是 我就气度我平常 我为啥 嘴甜啊 是嘴甜 你不得不承认 咱们中国男人真不会 不会哄 这个视频以后 我一天就 喝点酒 我都跟小道说点实话 就在小 小类这个东西 我就点名道歉跟他说 这条米本 像他这种人太多了 在他们中国真的 他他是人吗 我跟他认识一年多了 结了婚 跟老婆 结了婚三个月 回家三天 在三天 我就不管是在三天 到底是 发生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畜生纤维 这个地方是 结婚是女方给男方钱 彩礼 他收的彩礼 把彩礼都变卖了 他每天外面货 老婆不管 这不撇了我以后 我真的 我跟别人没关系 就因为我认识他 恨铁不承康这种 我说你就是个畜生 我就跟他哥说了 我说你弟弟我必须收拾 跟前面一点关系 他妈每天在家里面哭 他媳妇每天在家里面哭 找了个媳妇 三个月 回家三天 而且我们去塞里 我跟小刀专门 小刀开着车 去给他塞里去了 我说我们几个人 快应该塞里几千泥地无所谓 连饭都没吃上去 头一天没吃了无所谓 第二天 让我们第二天早点过去 第二天早上过去 又没吃上 而且还是我买的 我买了一只鸡在他们床里面 我自己宰了 自己自己做手了 他把所有床里面的人叫过来 吃了一碗饭 我小刀也连走的时候说 你就是个杂碎 在中国人业里面 你就是个杂碎 你你是就是带克斯刀 杂碎还挺香的 我过来 你高哥过来 来你这儿饿了两天了 头一天饿了一天 第二天又饿了 饿了完以后 啊 你骑摩托车还是 骑摩托车 第二天来你帮小刀 我们动了一只鸡 你知道 他把他周围的邻居都叫过来 我说这是 你这个荒例是你高哥给你换的 我不是别人给你换的 好 没有 呃 连走呀 哎 连走呀小刀说 有没有给他打点 放点底气 我给一个车都给他理气了 嗯 行不着说你酒酱啊 你发 偷窥 我偷窥肯定的 哎 呃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他们去的话 有我他们发电话 我打电话过来 你们要去的吧 去啊 几点 我不知道啊 啊 尼泊人这么懒啊 我没找他周围 嗯 懒不懒 我们都打电话 你打电话过来 我打电话你们就过去了 嗯 你过来买个物资 小刀我们俩过去是直接买成物资给他们了 呃 明天过去那里呢 你们就先是把这个东西先总备在那里 我们过去 我首先是这样一讲 呃 给他们先去 想 有他们给的多 我们再给 有给的不多 你而且把那个 你先定的 我 因为我今天自己给了一万 明白吗 嗯 好吧 如果明天感觉他们给 比如说人家已经是 二三十万的故事已经摆了 我们不唱了一点 嗯 好吧 嗯 啊 记得我讲这句话 你到家了说发个微信啊 哎 受累了 哎呀 我把这儿干掉睡觉 你没有了 嗯 我自己喝 不然就 讲这解释片的结果 哎 嗯 嗯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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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